你没看错 这是我见过最奇葩的一种海鱼 扁平的鱼头上 却沾上了上帝的血脚印 因其有着强有力的吸附性 而且在业界也被认为 能沾天沾地沾空气 因此 渔民们都管它叫浇水鱼 刚从深海里捕捞上来 一般有经验的刀工师傅 都会首先将最难处理的鱼头给切下 看师傅处理时的艰难程度 就知道吸力有多大了 这些用来攀岩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紧接着再将鱼堵划开 要把里面那不可食用的内脏给掏出 就连附着在里面的鱼血 都要仔细地刷洗干净 由于这种浇水鱼的独特属性 其并不擅长游泳 一身只会吸附在大鱼或者海船上面 然而 这也造就了其一生的肥美 在将鱼皮给去除之后 这种浑身闪着鱼油光泽的肉质 正是浇水鱼的独有 只见懂货的刀工师傅 快速地将鱼肉切成0.5厘米不到的小块 再细致地摆入餐盘 此时此刻的鱼肉 在艺术的点缀下 显得特别的有食欲 一般都是这样子直接吃 就这么来上一口 真的能先到你的舌尖冒汗